大家好,在接下来的几段影片里面 我们要来介绍一些简单的游戏AI 那在Unreal Engine里面 比较功能完整的AI的部分的话 我们通常是透过AI Controller 然后AI Controller里面会再去呼叫 像Blackboard等等的一些 比较专业的人工智慧处理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学习的课程 剩下的时间很有限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就AI Controller 这个部分做一些比较好的介绍 所以在接下来几段影片里面 我介绍的都是比较简单 然后也得就是也比较很快 能够上手的这些游戏AI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所谓的追逐 就是NPC会追着玩家跑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直接就来看一下展示的影片 那我看到画面上面 我们这个黄色的这个AI角色 很快的就追到我们的玩家 然后玩家角色不管往哪边走 它都可以很快的跟着它跑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怎么样来进行 那首先我直接就开一个新的游戏专案好了 我们一样还是用第三人称的专案 好那首先我们需要有NPC 就是NPC的部分我们可以直接先复制 我们的原本的玩家角色 好所以我把原本的这个玩家角色 透过复制的方式 然后复制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直接把它叫做NPC Chess就是追逐的意思 那我先把它拉进到场景里面 然后把它的方向转面向我们的玩家 那另外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原本的就是程式的部分 那因为它是NPC 所以它并不需要有跟随摄影机 那当然跟随摄影机前面的这个Camera Boom 这个其实也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部分先删除掉 然后我们在这边新增加一个 我们先选到它最上层 然后在F Component 这边 我们打Punk Sensing P-A-W-N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Punk Sensing 这一个原件 Sensing 是感应的意思 所以Punk Sensing 这个原件 就是一个用来感应玩家角色存在的一个原件 好 那这个原件 我们暂时不需要做任何的设定 那我们直接先Compile Compile之后我们会看到 有像这样子绿色跟蓝色的很大的圆球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扇形的面 那这个扇形的面会朝着玩家的 这个NPC 的面向 它其实就是代表一个NPC感应的方向范围 那这些参数我们暂时都先不用去特别去设定它 好 我们直接跳到Event Graph 这边 那我们看一下在Punk Sensing 的最底下事件这边 有几个事件 我们最主要用的是第一个事件 叫做On Sea Punk 就是当这个NPC看到任何其他的角色的时候 Punk 这个大家应该还记得 它其实就是代表游戏里面的包括NPC 包括玩家角色在内都叫做Punk 那所以On Sea Punk就是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看到有其他角色出现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按下后面的加号 那通常来讲我们就是要让他去追逐玩家 那我们就直接从这边拉出来 那追逐的这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AI Move AI移动 Move就是移动 所以AI Move To 利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移动到指定位置的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的参数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Punk就是 就是这个节点 他到底要移动的角色是谁 在这边我们要移动的就是我们的NPC本身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拉出来 然后直接打Self 那选择这个项目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对这个NPC本身的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的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他要移动到什么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位置坐标 那AI Move To就会把这个角色移动到哪个位置 那第二个参数是Target Actor 就是指定让这个角色移动到某一个物件那边 那这边因为OnSea Punk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玩家角色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这个Punk连接过来 那之后他就会直接跑到他看到的这个角色 其实就是我们的玩家角色的面前 那接下来的参数 Aceptance Radius就是他要靠近到多近的时候 是可以接受可以停下来的 那这边5代表5公分 就是他靠近到到这个actor 5公分的半径之内的时候 他就会停下来 但通常我们不需要这么近 所以比如说我可以把它设成1公尺 那就是100公分 那最后一个参数叫Stop On Overlay 那这个是说如果我移动到跟指定的点 或者位置重叠的时候 那他就会停下来 就不会继续动 那这边我们这个项目可以不用选 好那我们这样设定好之后 他是不是就立刻会动呢 其实不是 那我们这边先把它Compile 那另外在场景里面 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他才会动 什么事情呢 我们选到在Plex Actor这个面板的Volume这边 有一个叫做Nav Mesh Bounce Value Nav是Navigation 就是导航的意思 那这个项目就是他会要建立一个导航范围 建立一个导航范围 那我们按住这个项目 把它拖到场景的差不多正中央的位置 我们看到有一个小方块 那我们要把这个方块调整到跟我们的场景范围 一样的水平大小 就至少水平的部分要一样大 那通常我们可以直接改变它的Brush Setting 这边直接改变它的大小 或者用缩放也可以 那这边我先直接用缩放 所以像这样子我水平的把它拉到足够的宽度 然后垂直也拉到涵盖整个大小 那高度的部分要把它拉到 因为我们这边有台阶上去 要让它足够高 那我先切到上市图来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的整个放大的范围 差不多涵盖了这个空间的范围 那差不多就可以了 在这边我们选到这个物件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按下键盘上面的P这个按键 那按下P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场景里面有这些绿色的部分 这个绿色部分就是告诉我们 它就是这个绿色部分显示的是 人工智慧可以导引这个角色的范围 那这个主要是用来做一个检查 那这边我们当然也会看到中间会有一块是空的 那这一类的小问题 我们倒是可以先不用去特别管它 就反正大概这样子看它有涵盖到底下的部分就好了 那我们再按一下P把它关掉 但关不关掉其实并没有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就按下Play 那我们就看到玩家角色就追过来 而且在距离100公分的范围 它就会停下来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移动我们的玩家角色 只要在这个NPC看得到的范围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追过来 那但是像比如说我现在因为刚刚玩家角色移动的速度比较快 我们的这个AI指令还来不及判断的时候 玩家角色就移动到NPC的背面了 那这个时候NPC就不会追上来 那我移动到它侧面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个就是Bound Sensing的视野范围涵盖了侧面 所以它就会继续追 这个我们把它稍稍稍稍的 对只要它在看得到的范围之内 它就它就会继续追赶它 那以上介绍的就是最最简单的 就是NPC追逐玩家角色的方式 那这一个AI MOVE的指令 我们在接下来影片里面还会继续用到 所以暂时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